今天可以看到這種 東方文化 中華文化 發揚光大 這種真的讓外國人看的話 而且我看到最感動的是有些 實況主 他是外國人 今天 人家不僅僅用 實力 銷售量 單日上限量 來狠狠的跟你說 數一數二 這款遊戲是世界數一數二 銷售量 上限排行 你台灣的一些蠢蛋 還在那邊自吹 你不懂得反省 就不會進步 有一說一 事實就是不如人 還有那個臉也嘴人家 拜託 拜託 閉嘴 不要丟臉 不要丟台灣人的臉 OK我們來聊這個東西 首先IGN的評論在昨天晚上 我看了一輪之後已經被國外的玩家 砲到爛掉 IGN IGN裡面的多個 多個評論員 是那種屬於政治非常正確 他們為什麼說 這款遊戲他們給發分 因為他們說第一張沒有女性 的怪物 也沒有女性的NPC 我再次強調喔 遊戲界在這幾年當中被正確的不得了 所有玩家熱愛的以前熱愛的遊戲是漂亮的角色 性感的 女生就是非常性感 男生就非常帥 在這幾年來 在近幾年來 政治正確也毀掉多少遊戲 我再次跟大家強調 玩家不吃你這一套 台灣玩家不吃 全世界玩家都不吃 我們玩家必須自己保護自己的權利 你花錢玩遊戲 你要被政治正確嗎 所以IGN的評論就是我 喔 昨天我看到別人的評論也講了 說 他們說 因為他很難懂 相對的國外玩家 有人看過西遊記的就 就還吉他 你玩哈利波特 你為什麼會玩哈利波特 你玩哈利波特你也很難懂啊 你就是看過電影 看過小說 你去玩哈利波特的時候 他有跟你解釋那麼多嗎 我們再來說愛爾登法環 愛爾登法環也是很艱深很難懂 你故事進去 一樣是要進去找 一樣是進去拼湊 你可以看到很多youtuber在 講愛爾登法環的 故事 10個人有講10個故事不一樣的版本 愛爾登法環之所以成為 這麼好的遊戲之外 除了他的遊戲性非常好 裡面的 武器 裡面的東西很有趣 當然啦 他很靠北 英高的善意 加上他的故事性 你是必須要自己 進去這個世界裡面 自己尋找 自己拼湊 所以我覺得 今天國外的一些評測 已經有點到種族歧視了 你不了解西遊記 他西遊記有 幾百個版本 你必須自己 你去了解很難嗎 但是站在一個 我們也懂中文 我們從小 光電視台啊跟電影啊 就演出了 無數版本的西遊記 無論是電視 電影 動漫 漫畫 甚至四格漫畫 各式各樣的西遊記 從 我 從小 在台灣 看到不想看 各種版本 我相信大家都 那你說我來玩這款遊戲 我感覺到什麼 我只感覺到 哇 真的很厲害 你看我都一直想玩 今天 我們今天把政治撇除掉 我們就問三例 台灣 身為台灣人的確 要以自己的國家為好 但是台灣正步入了一個 很慘的 很爛的 台灣除了台積電 好像就別人沒有 別人可以吹了 台灣的很多東西 設計 技術 各方各面 都早就被中國 橫甩幾條街 只是台灣人一直不承認 從民生物品 到3C 製造 娛樂 到所有製造業 到3D技術 動漫技術 人家 中國大陸都要出動漫了 到遊戲 你 憑什麼去嘴人家 人家比你強 這已經是 事實 這到底有什麼好去嘴人家的 這款遊戲 無論是銷售量 上限人數 都是數一數二的 世界級大作 這個很多 玩家會說話 你們這些人玩遊戲了嗎 有些很多人最好笑的就是 他連這個遊戲 人玩都不玩 聽到中國做的 就開始罵 就開始罵 什麼盜版遊戲 抄襲遊戲 笑死人了 現在台灣本土 你打開巴哈姆特 你打開巴哈姆特 你算一算這些遊戲排行 從線上遊戲到線下單機 台灣到底算哪更衝啊 全部都是代理商 代理遊戲進來 台灣的遊戲商 其實簡稱叫代理商 很好笑 台灣很好笑 台灣有遊戲商啊 遊戲界 遊戲界不做遊戲 遊戲界只做代理 就像台灣的國產車 永遠不自己研發 只做拼裝車 99% 中國製造 然後他稱為國產車 這叫汽車界 我們國產車界 國產車界 車都誰做的 都大陸做的 遊戲界 遊戲 誰做的 通通不是台灣做的 都是代理 台灣已經就是一個很好笑 很退步 又不肯承認 只會酸葡萄心態 再拿歐洲大國 製作的遊戲 去比中國 你知不知道 中國遊戲 已經很少很久了 他們在世界上賺錢 賺了 盆滿缽滿 從手遊 到單機遊戲 到steam 有多少遊戲 都是中國出的 今天我們說實在話 有一說一 不是說 中國他要武統台灣 我們就 什麼話 都 不看事實面 他武統台灣是一回事 他身為一個遊戲玩家 在兩岸和平 現在的前提下 就是他還沒有打過來嘛 沒有傷害到我們台灣人 他讓我們台灣人賺很多錢嘛 台灣人也過去賺很多錢嘛 還有台灣的整個市場 幾乎都是製造業都中國在控制的 這事實啊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站在平心惹惹的角度 中國的製造業 遊戲業 汽車業 3C製造業 甚至連日用品 香料 各位都不知道嗎 吃的喝的用的 我們現在整個台灣的市場 90% 幾乎都是Made in China 連 愛國 商人486賣的電器 大部分也是 連 貼牌 牙醫賣給青鳥的 也是 都是Made in China 你為什麼不Made in Taiwan 你國產車為什麼不99%Made in Taiwan 你今天要湊人家台灣有出什麼3A大作嗎 永遠在吹那個20年前 30年前 我們有大雨啊 大雨雙劍是吧 永遠在 這就叫做 有些人都在跟你一些老人家 我們現在時代進步到哪裡去 永遠跟你講年輕人啊 我們以前人多厲害多厲害 啊是多厲害啦 拜託阿伯 現在都什麼時代了 是多厲害 你可以跟我辯論 我從2018年 開始進軍遊戲市場 18年 19年 20年 21年 22年 23年 24年 我當一個遊戲直播組 今年邁向第7年 我的Steam裡面 三四百款遊戲 我玩了那麼多的遊戲 我可以誠實的跟你講 我玩了這兩天 也看了國外大神 其實我有點感動 我看到國外好多那種直播組 他一開台 是幾萬人大台的那種好幾個 我看到我昨天搜尋黑露空 我看到好多國外實況組 一天的瀏覽率是五十萬 六十萬 嚇死人啦 六十萬人 一下播之後 他瀏覽率居然五六十萬 我看到那些國外的人在玩 西遊記 在人 哇哇 在那邊一直稱讚 旁邊的聊天室一直哇嗚哇嗚 都是英文 我看了其實我不知道覺得 忽然有點覺得 雖然我是台灣人 但是我覺得 這種 中方的文化 中式的 那種你懂嗎 人家會去讚嘆說 哇這個藝術 這個這個美 這種文化 這種藝術 我就覺得哇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 連國外的直播組都 稱讚 都是大台 都大台 我就覺得 雲有榮焉 雖然 我們以前玩的都是 歐美的盔甲 歐美的神話故事 從歐美的神裡面去演化來的 像黑文系列 像很多系列 戰神系列 都是西方文化 西方神明 他們 他們可以做那麼好 美美玩起來 覺得很酷炫 很帥 然後試圖想去了解 外國人的歷史 外國人的歷史 歐美的文化 遊戲這就是這麼有魅力 相對的今天可以看到這種 東方文化 中華文化 發揚光大 這種真的讓外國人看 而且我看到 最感動的是有些 實況主 他是外國人 但是他的 可能這樣比較 就像我們玩日本遊戲嘛 就要聽日文 他們也是開著中文 的確 西遊記 聽到講他 講英文的確有點 怪 我昨天有看到外國實況主啊 也有在 他們有的英文有的中文 所以無論怎麼樣 今天 人家不僅僅用 實力 遊戲 銷售量 單日上限量 來狠狠地跟你說 數一數二 這款遊戲是世界 數一數二 銷售量 上限排行 然後你 台灣的一些蠢蛋 還在那邊自吹 你不懂得反省 就不會進步 是 楠 數一 不是 中文 感谢观看